接下来进行赢者全拿 跟上一回合不一样 上一回合我们是从金库里面提钱 这一回合我们要存钱进去了 怎么存钱呢 听到一个问题之后 有AB两个选项 那大家同时作答 比方这一题如果有四个人都选A 答案是A的话 你们一个人代表1000块的存款 会一次贿入4000块进到金库里面 而这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 会把金库里面所有的钱赢者全拿 我们会进行三轮 好 赢者全拿第一轮的第一题 请出题 吃完饭后 嘴巴常常会残留食物残渣跟味道 请问下列饭后清洁的习惯哪个正确 A 马上去刷牙 B 用茶水漱口 请作答A或B 你看就两个人不同 三个人不同了 就不一样 应该问牙医就解决了嘛 对啊 问牙医就解决了 那你来解答吧 我觉得蛮幸运的刚好遇到这题 就是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那些食物在嘴巴里面会让 会让环境变得比较酸 PH值比较低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牙齿的保护力 其实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你还用牙刷去刷 它有时候会把 就会磨损法郎子就对了 那是不是选A的要去那边做了呢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用茶水漱口 没错刷牙不错 但不要马上 因为刚刚像炫程 我们专业牙医师他说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口腔里面会产生酸性物质 那你马上刷牙的话呢 其实它是没有保护的状况下 你去磨损法郎子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先用茶水 来漱一下口 中和一下酸性之后 这样子牙齿才会受到保护哦 诶 漱口血也不能常用啊 对 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大概一个礼拜用个一次量度 对啊 漱口血也不是常用啊 也不能常用 因为它其实有些会比较刺激 甚至会改变味觉 或是色素沉淀 棉膜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最好是用茶来刷牙 就是水啦 对 水就 我们最接约的事情是 牙齿表面的那些牙菌斑 牙垢你会没有移除掉 而不是表面这些辅助的东西 所以不用像树到喉咙这边 咕咕咕咕 这种也不用 也不用 太多了 太多了 但如果要刷牙 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多少分钟之后 就大概15分钟左右 还有建议什么茶吧 不入耳箱片 大家对牙齿的问题 还不敢上去那边做 超死的 学不做完啦 刚来 刚来 大家都很想 你还问中问西呢 这给你 牙线一支呢 刷几次牙 这些人 你应该牙医难得的上节目 一直问问题 好像都相片啊 我觉得至少睡前要刷一次 因为睡觉我们八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的活动 其实细菌是一直长一直长的 睡前一定要彻底清一次 那如果白天都很懒惰很忙 那也就是只刷这一次 我觉得可以接受 来 请进账三千 好 下面一题请出题 婴儿抓粥是出生礼俗中 最重要的节日 请问 在抓粥前 要先准备什么 来祭拜祖先 A 鸿菇贵 B 汤圆 请作答 我要看孟哲的答案 不能看 看不到的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这应该是他要答对才对 好纠结 请作答 因为你应该才抓粥完不久 林柏妃 你跟他答案就不一样了 我没胜过 我真的不知道 鸿菇贵跟汤 鸿菇贵 还是孟哲不知道 不是 因为在小朋友抓粥 要准备的东西里面有鸿菇 通常是排在聪明门后面 你先过聪明门 然后敲锣 然后脚踩鸿菇 但是他的题目是准备给祖先 击败祖先的 但坦白说我们两个小朋友 抓粥的时候我们没有拜祖先 没有拜祖先 对 可能不知道这个习书 对 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如果 那听你这样讲鸿菇 也不一定是不对的 也不一定完全不对 是啊 对 现成 吃完鸿菇就要不要刷牙 当然要啊 甜甜的 甜甜的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的答案是 鸿菇 鸿菇还不一定错 听他这样讲 还不一定错的 没错 鸿菇之前呢 你可以拿来拜祖先 那抓粥完毕之后 没错要脚踩鸿菇 象征长寿 然后再把这个鸿菇 切分给家人 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福气 所以没有这个汤圆 汤圆 汤圆不是元宵才吃 汤圆不一定啊 客家汤圆嫌汤圆啊 那什么时候吃 衣民节啊 都可以的 都可以吃啊 还有办大拜拜啊 汤圆要一个立厨啦 立厨要吃 对 有红灯区可以说话嘛 可以 来加一千 这是第一轮嘛 大家都震亡了 四千块 请陆葬林柏妤 也不愉快上来咯 来 请归队两位 归队可以回来 可以回来 我来进行第二轮 我们是刚刚讲过了吗 有三轮嘛 这是第一轮 大家还要努力啊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第一题 请出题 想要好皮肤 要从细节做起 请问 皮肤要以哪种水温清洁 对皮肤伤害最小 A 冷水 B 温水 请作答 又两个三个不一样 哇 潜意 我觉得应该是冷水 因为冷水洗的时候 毛孔会收缩 有没有 你看那些什么日本人啊 什么都比较冷 那个皮肤都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冷水 选择A 还有你 对 因为我 虽然我自己是 没有太在意这个水温 但我印象之前有一些女星 她们会讲说她们用冷水洗 对就是让皮肤比较紧致 对所以我学的应该会是冷水 我是老婆讲的 她就说有时候洗温水呢 其实对 她说对皮肤会比较好 尤其是如果有时候过敏或干嘛的话 她说温水会比较温和一点 医生对吗 我牙科 她牙科 她不是皮肤科 你不要一直问她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是 冰 温水 其实因为温水刺激性最小 想想看嘛 热水跟冰水都是绝对不行的 但温水跟冷水的话 我们选择最接近我们脸部的温度 差不多就是25到30度之间啊 这样的温度其实才是最适中 不会刺激到你的肌肤 是 来 两位请入座 刚刚回来 我刚刚做过了 我刚刚做过了 黄灯区 黄色的给你 红灯区 对 红灯区的黄色 风马秀 来 风马秀 来 请加三千 三千 这样怎么会好吃 三四千而已 对啊 第二题 请出题 大众运输十分方便 请问 捷运的椅子 为什么坐得那么硬呢 A 防火 B 容易清洁 请作答 三个都A 那我增加钱就快了 如果答对的话 学诚 我刚好前阵子在网站上面看到一个短影片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捷运站的冷知识 然后就讲到这个 突然看到一个既视感 对啊 他们防火的材质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防火 因为捷运的座椅 它其实它的材质是使用 FRP这样的材质 它符合防火的性能 那符合规范 然后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意外 的话呢 其实是有防火的效能 其实很多大型的公仔 也都是用这个FRP的材质做的 它可以做得很大一个 它也是 对 所以它FRP 它其实用的层面非常广 来 请增加三千 三个人答对 我提到六千了 下面一题请出题 许多人喜欢到彩券行试试手气 请问 目前为止 威力彩投奖奖金 最高开出新台币多少元 A 30亿元 B 15亿元 请作答 有不一样的哦 国语是15亿 是吗 15亿 我选15亿 好像听过也15亿很大 不是因为 威力彩还是他有个大乐透 所以是不是搞混 大乐透的奖金比较高 威力彩的奖金好像没这么高 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选15亿 对 我选15亿 来 Tim哥 我就想选最高的就对了 下下来 来 请公布正确几档 正确答案是 A 30亿 在2015年开出的 威力彩投奖奖金 是新台币30.03 议员 由台中市务丰区的 一注独得 那创下公益彩券发行以来 投奖的最高金额 以及单注最高得奖金额的记录 哇 这运气太好了 我如果得到30亿 我立马就 就不用来录影了 你还是要工作啊 立马就要缴税了 30亿要先缴40%嘛 至少 40% 至少40% 好 请入座 来来来来 欢迎 请 好 6000加两位 2000 还蛮硬的 8000 8000 看这个胀入哪里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